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在看这个劳保基金的陷入财务危机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当时我们在审查 在审查劳保条例的修正案的时候 专家早就预言 如果我们坚持费率是13% 所得替代率坚持1.55%的话 那么大概在116年到117年 这个劳保就要破产 专家早有一眼 但是当时我们审查的委员们 当然基于这个选民之托 基于选民的利益 那么争相加码 但是我觉得当时的劳委会 没有坚持到底应该要负更多的责任 所以他在这里呢 我们再次的看到一个数据 当时专家的估计是如果费率 费率 维持13%的话 他的所得替代率只能领1.3% 如果一定要 所得替代率一定要1.55%的话 费率必须要高达18%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不论是健保 是劳保 是军工教保 都因为人口结构的改变了 必须要做一些突破 必须要做一些改变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困境 这个是一个列任政府的 共同的责任 是一个历史工业 单单苛责于 我们陈冲院长是非常不公平的 今天我们在平面媒体 也看到了一个大幅的报道 陈冲院长已经指示了 经建会 要全面检讨相关的社会福利的 社会保险 并提出这个阴定的一个方案 充分展现了陈院长的 勇者的一个形象 一个勇于承担 勇于突破 这样的院长 我在这里要求我们所有的委员 应该给陈冲院长大大的掌声